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和我講講2021年第四十八個星期 這個股市的開放和我自己專注的股票 S&P500再一步下跌多1.2% 去到4538點 比起最高峰時4744點 下跌4.3% 多倫多20633點 下跌2.3% 比起最高峰時下跌5.3% 倫敦富士100指數 反而輕微上升1.1% 7122點 比起最高峰時下跌3.8% 三大指數 都是處於一個輕微的調整 3至6%左右 不是特別利害 根據確實 現在Omicron 一個新的變種 由上星期頭開始 或者是 前星期尾 開始震盪 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一些最具體的數字反映出來 只能夠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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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病毒 那個的 變異 多達四十幾種 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就同一些雙風感冒的菌 就來混合結婚 於是 暫時 看到 出現病徵的人士 都是 輕症居多 同一時間 還未打疫苗居多 雖然 例如安省 確診數字 每一天 都已經超過了1000 值得 比較 打醒 十二一分精神 出入的時候 都要多點注意 衛生 健康 呼吸 暢不暢順 同一時間 環境 空氣流不流通 戴不戴口罩 其他人又戴不戴口罩 各方面的事情 如果參考經濟學人的分析 雖然 戴頭盔 要幾個星期之後 才能夠看到 Acceleration 去到多快 重症比率 死亡率 各方面的數據 疫苗 又需不需要 調整 再打多針 各方面的東西 經濟學人就說到 這個 病毒變種 對於整個宏觀經濟 可能有幾方面 第一 就是 它可能會令到通脹更加加劇 而不是減低 原因是 因為 當你 在這個 不少的一些封關措施 又或者 假如 譬如 有一間工廠 查到 有確診的病人 這個時候 它又要停工 幾天 做一個大規模的清潔 各方面 再不要計算 運輸上 各國的措施都會 製造多一些 additional disruption 這些情況之下 都會令到 供應鏈 就會 雖然 美國的供應鏈已經恢復了 會不會再次 有一定程度的停滯呢 Given the fact 現在 消費力 普通人大部分人的薪酬 都來上升的時候 就出現一種供不應求的狀況 從而 吹高了 那個 inflation 關於這一點 接下來 再跟大家說 這個經濟 數據的時候 再說多一點 第二個 就是 當然 不同的國家都會有一個經濟的放緩 在這裏 就算未至於 來到去倒退也好 尤其是 你看到 一些 嘗試去清零 或者 用一種 倒絕的措施 你可以說是保護國民 的人生安全 就多個 來救經濟 還有自由的 周圍去哪裏 那種措施 哪一種是trade off 對於那類型 比較prefer lock down 而不是 打完疫苗就沒有炮到周圍走的國家 經濟的創傷程度 就相對來說會大一點 因為這樣的時候 譬如中國 經濟人都說作為全球 第二大的經濟體 還有 有很多的 生產出口 各方面都是來自中國 再不要算 有不少高消費的產品 又或者 是 大的一些國際品牌 在中國都有市場 如果他那個 無論是做業 又或者是消費業 都是來放緩的時候 都會對全球的經濟 增長緩慢減速 是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衝擊 在當中的 不過經濟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會覺得一來 整個世界有個準備 二來就是 疫苗應該就能夠控制到 或者 未來再來第四針第五針 那些增加 或者是轉變的疫苗 應該可以控制到的時候 不需要過分的擔心 那個 暴跌的情況 好像 上年三月的時候 是會重現的 但是 譬如這個 巴菲特 又或者是 這個 Trimanker 他們都說到 現在的市場 有不少的股票 或者是商品價格 都出現 甚至是樓市 都出現了一個 非常overvalue的情況 一定的調整和波動 就應該是相當容易 我都說 overvalue 都說了 不少的時間 到現在都未跌到 因為看到經濟還在恢復 各方面 香港 跌幅 真的不算大 比起其他市場 跌1.3% 去到23,767點 但是呢 由這個 今年2月的高位 31,000點 這樣 滑下來 已經跌了23.8% 這麼厲害的了 再不算 這個31,000點 就曾經試過 整三次 當初 07年直通車的時候 已經達到 從來 幾乎都未達到 歷史新高 其他的 歐 高 美 加 這樣 上了 我們非常穩定 日本 日本方面 跌2.5% 今個星期 去到28,030點 跌高位 跌多一點 9% 他經濟不算太勁 同一時間 亦都有一個 就算政府來救市 似乎 那些人 都是 扔下去 saving 多於消費 解決不了 通脹 不能夠回復正常的通脹 仍然是非常低的通脹 跟外國情況相反 半通縮的狀態 這也是經濟迷失三十年之後的一個大問題 明天也說多一點 香港那方面真是 來來回回 每個星期一整改 由上個星期開始 講這個賭業 很多貴賓廳 要停 或者被調查 那方面 開始的時候 我聽洗米話 我以為 以前亞視的演員 經常說那些 靈通天地線 那類型的節目 怎麼會這麼威風 為什麼會被人拘捕呢 怎麼會原來 我自己一輩 或者我自己對中國 或者澳門的賭業 那些股票 都是完全不熟悉的 所以現在才知道有這個人興 那麼威威的人 已經被人拘捕了 Anyway 債市都有下調 美金方面 上升到1.2842指 再上升在各方有避險因素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聯儲局說 他的加息步伐會加快一點 油價進一步 下跌了2.9% 去到66.22美元 一桶 你看到那些油股 包括Sunco Energy 都有那個下跌 在當中的 天然氣 暴跌了25% 但是呢 但是呢 應該在冬天 都還有一個 剛性需求 他有高位 非常之波動 如果你是買了一些 其權 那類型的 投資 其實 我自己本身 作為價值投資 並不是 推薦買這些類型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可以看到海鮮加 Fructuring 得很厲害的 如果你買實業的 就算是薪酷 或者是 負責輸油 輸氣的 Ambridge 相對來說 那個的 穩陣程度 就會高一點 怎樣計算都好 擴產資源類的 那類型的股票 都會隨著 價格的波動 需要來去注意 雖然Ambridge 其實多些是公共股 這是另一回事 金價 非常之平穩 只是輕微 下跌了0.4% 1784元 1盎司 都幾有趣的 如果是避險的時候 那些人就 prefer 去買美金 或者是那些10年 或者30年的債券 甚至乎 就會買Bitcoin 那現在 似乎 當有風險來到的時候 用黃金來避險 這個這樣的方式 就少了 或者比較 old school 一點 才會這樣做 那接著 股票方面 上個星期 其實都有分享到 一些 似乎 在在家經濟 因為Omicron 影響的時候 就會來 穩守 或者是高升 但是 如果 如果他真的 在在家經濟的時候 已經享受了所有福利 未來 增長位 其實 就不多的時候 理論上 他應該來 下跌 換言之 你看到 今個星期 Netflix 暴跌了9.5% 至於 Zoom Zoom 我之前就說 不明白 他為何會 翻回上去的 現在 今個星期 就下跌16% 去到183.9% Zoom Zoom 我不是 怎麼理他 亦都不關注 不關注 太多了 Netflix 如果他真的 跌回 580% 以下 570% 那些 我會考慮 加回 下跌 接著 Canada Goose 今個星期 跌了 是歷史上最大的 20% 去到46.9% 他的估值 之前我提及過 是大約60元 到他升破的時候 我都放了 Short Time Portion 現在又有機會 可以進回 我自己在星期五 都進了少少 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他又有一個 好像D&G 類似 這樣的事件 他不是動話 而是有戶客 就說他 要退貨 貨不對板 各方面 但是 Henada Goose 就說他的 Policy 在中國 就好像是14天退貨 過了 又或者 他覺得 不關他事的時候 就不會退貨 事件 一開始就在網絡上 去牽連 然後就吵 最後最後 中國自己的 消費部 都來 或者類似消費委員會 那類型的 來譴責 Canada Goose 現在 還在協商當中 究竟他會不會 好像 維他奶那樣 因為 種種的其他緣故 來 落架呢 或者會影響到銷售呢 畢竟中國市場 在過去一年裏面 Canada Goose 是升了80% 那麼厲害的 那未來 也是一個 最大的 增長動力之一 那究竟會不會 引擎到呢 但是如果呢 在供電的問題上 仍然中國搞不定 那些人呢 就需要Canada Goose 才能夠 去暖身的 反過來用那種 救世處的心態 如果我不賣 Canada Goose 給你 你會死的 大哥 當年呢 打鴉片自爭之後呢 曾經有些人 就會覺得 如果我不賣 柴藥給那些 鬼佬 那些鬼佬會死的 好像殭屍那樣 跳 不懂彎腰 走 或者不懂 膝蓋 不懂 曲 有些傳聞 而那些中國人呢 真是相信 覺得那些鬼佬 低B 於是呢 就越來越 貨不對版 當年 在柴藥那裏 混淆 於是呢 那些鬼佬呢 就覺得 搞錯你這樣 你走來走去 跟著呢 價錢又越來越貴 雖然呢 我送到去英國的時候 都可以賺到盤滿 於是呢 才想這個 alternative 就是印度那種柴藥 另外呢 另外呢 同一時間呢 就是要 爭取公平交易呢 就來到去打鴉片戰爭呢 又或者是以後 所謂的不平等條約的 各方的戰爭 當然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外國的版本的 那個的 講法 日本曾經呢 都簽過不少的不平等條約 那最後他們怎麼處理呢 就不是說 我完全不承認你這幫傢伙子 而是呢 是重新 當個國家富強的時候呢 就來修訂那些條約 這個呢就是日本呢 看中國的時候呢 看不起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呢 他覺得應該要尊重合約精神的 如果那個合約不平等的時候 就改到他平等了 我們現在是平起平坐的時候 就是這樣 而不是完全否定 中英聯合聲明 就已經是一個歷史的文獻 但是呢 他又輸打贏要 好的那些 他又來到他講 香港人呢 為什麼你又要給他BNO 中英聯合聲明那時候 說明的 你不可以這樣搞搞震 收容那麼多英國香港人 但是呢 當他收回香港 別人阿知阿捉 他為什麼來搞亂香港一國兩制的時候呢 他就說是歷史文獻 blahblah 那麼 薪酷 都跌到下去30.3 可以耗一耗 如果他跌到29的話呢 這樣呢都值得呢 去吸回多一點點 至於迪士尼 我曾經說過 他的股值大約是150 如果呢 加上所有利好因素 有170 現在跌到146 可以考慮 少住買入 今天分享一些股票 就到這裡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一些操作上 都是 雷同的 例如我吸納這個 Canada Booth 那麼 銀行股都 加拿大出了 出了所有大銀行股的業績 那麼下個星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就 今天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Billy Barla Talk 帶頭盔講 股票 要自己投資 自己買 自己研究 自己負責任 非常重要 這個呢 緊攻參考 那麼我自己呢 那個操作是可以 錯得很緊要的 不一定是需要你去緊的 對 對 toda 我 其實 披露